美食水餃的條件是什麼? 飽滿的內餡,軟爛中帶著Q彈的麵皮 手工水餃的好,內行人自己知道 他們家的水餃不蘸醬也很好吃 再來就是他們的蝦仁很大顆 比外面的還大顆 他們比較有彈性 吃起來比較Q,比較好吃 蟹又很多,一吃就知道了 因為我本身也會包水餃 所以我知道他的水餃,他們都現做的 我媽媽她原本就是做小吃店 她以前就有跟她的鄰居是山東北北 去學總包水餃 然後後來因為客人都很喜歡我媽媽包的水餃 所以就是有變成說我們就是有開放冷凍的生水餃 讓客人去做購買 我們就轉型成一個專門做冷凍手工水餃的品牌 那我們現在主要就是有在網路上販售 然後也是可以直接來我們店面做購買這樣子 一吃就寄住的水餃成為網購首選 一天可以賣掉上百包 沒有什麼花俏的技巧 只有真材實料 從麵皮到內餡都是劉媽媽親力親為 每天在市場親自採賣 店面沒有很大 可是我覺得自己去看她們在製作的過程 都非常非常注重衛生 比方說她們可能只是在幫忙中降料的過程 我都發現她們都是會戴好手套 然後用免洗的餐具去把它裝到那個料袋裡面 所以我就感覺 欸她連這麼多小細節的東西都可以注意的 就是這麼的仔細 就自己看到就覺得滿安心的 除了大客實在之外 我覺得我們家水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我們的調味是比較清淡的 就是我們不會有過多的調味 所以是可以吃到肉的鮮甜 或者是一些蔬菜的鮮甜 豬肉一定都是用最新鮮的豬肉 而且一定是使用台灣豬 韭菜水餃用到的韭菜的部分 也都是我們媽媽當天早上去市場 現場挑選 我們下人的話就是會有請我們的供應商 一定是在清晨可能三四點的時候 到基隆的看馬町去幫我們拿下人 因為那時候是漁港剛靠岸的時候 我們吃他們那個水餃 就吃下去它裡面的那種餡 就覺得它很新鮮 它都用很新鮮的東西去做 我們是很安心的 把握了美味的基礎 藉著媽媽的好手藝 業者開發出多種口味 有經典款 也有別處吃不到的稀有滋味 牢牢抓住老頭的胃 等一下住的時候再打開 我們水餃的話總共有七種口味 那就常見的韭菜跟高麗菜 我們自己比較特別的是 辣味蒜薑豆水餃 還有黑胡椒青蔥水餃 然後再來就是三種蝦仁的水餃 韭菜蝦仁 高麗蝦仁跟酒紅蝦仁 我最喜歡的就是韭菜 沒有添加什麼太多的甜味料 還不錯 外面很少有賣這種酸豆的水餃 它的酸豆吃起來就是有點酸酸的 特別脆脆的這樣子 所以我跟我女兒吃起來就覺得 還蠻特別的蠻好吃的 想吃的時候就來買 她會送我一張煮水餃的方法 就照她的方法去煮這樣子就OK了 因為每一家的水餃 可能煮的方式不太一樣 而且他們比較大顆 所以照她的方式去煮會比較適合 那我自己從小就很喜歡吃水餃 我覺得最大特別是 插在這個水餃裡面的那個韭菜 我覺得是比的分量是很多的 然後第二點是他們那個韭菜跟肉的比例 我覺得很實話 吃得到肉的那個紮實的口感 然後很香 而且還有那個肉汁會 流出來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來這邊雖然說 它是冷凍水餃的外帶 可是我覺得這邊的服務員 都還蠻貼心 假設如果不會煮 我覺得問他說 像你們家的水餃 你會建議怎麼煮會比較好 他們都會教學 媽的嘴巴是最挑的 他就跟我說 他說欸 這一家料其實蠻實在的 而且以這樣的價格來說 其實是很實味 因為像我來這邊 門市這邊訂購的價格 其實平均一顆的單價其實不高 我媽媽她比較小龜毛 就是她對品質的要求很高 就是不管是食材的要求 或者是形狀的要求 或者是水餃分量的要求 她就是有自己的堅持 我跟我哥哥也都很喜歡吃 我媽媽的水餃 所以她知道我們自己會吃 那當然食材就一定要用 我們自己覺得最安心的食材 所以未來我們也會 就是好好規劃 好好傳承我媽媽的手藝 厚實而美味的水餃 髒實的用量不變 真誠服務的心不變 與網路行銷相輔相成 這份來自上一代的心意 相信還會繼續流傳飄香下去